高雄有一家餐饮集团在推出精品烧肉之后呢 现在又推出了新品牌的麻辣鸳鸯锅 不但强调食材新鲜味美 还有疗愈的田园景色可以让大家来欣赏 希望用优质的用餐环境吸引消费者上门 还没有进到餐厅用餐 大小朋友就先跑到外面的池子喂鱼 还有优养的黑天鹅在水上漫游 仔细看旁边还多了三只刚出生的小天鹅 依偎在鹅爸妈身边 让人看得好开心 你有没有看到鹅鹅 鹅鹅是可以喂鱼啊 啊要天鹅可以欣赏这样子 进到餐厅立刻被桌上的佳肴索吸引 一红一白的麻辣鸳鸯锅里 拳头大的鸭血躺在红筋麻辣汤 滑嫩又很入味 泡泡鸡白汤则是用铜子鸡熬煮 非常浓郁 打发的蛋白霜滑顺的口感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里面的鸭血是我们像拳头大的鸭血 那鸭血每一块的卤制过程 都是相当费工跟费时的 要确保这么大块的鸭血 它是入味的跟它是保持它软嫩的口感 这家餐饮集团原本主打精品烧肉 之后又推出新品牌麻辣鸳鸯锅 吸引不少饕客转换口味再度上门 第一家更推出高雄人站出来活动 只要完成贴文上传就送猪五花一盘 身份证件上面显示户籍是在高雄的话 我们就会赠送一盘猪五花 那并在我们的探索追踪FB或者是IG 然后文章做到分享我们就会赠送 到餐厅用餐除了享受美味的餐食之外 用餐的内外环境也很重要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 一边吃佳肴一边欣赏美景 偷得福生半日闲 记者张盛民来长帮高雄报道